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红楼梦》这本书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当下来至恒武院中 正值宝钗 待遇 薛姨妈等吃饭 婴儿自去弃茶 春艳便和她妈一进到婴儿前 陪孝说 方才言语茂撞 姑娘莫称莫怪 特来赔罪 婴儿也笑了 让她坐 又倒茶 她娘儿两个说有事 便作词回来 忽见蕊官赶出 叫妈妈姐姐略站一站 一面走上 递了一个纸包给他们 说是强微笑 带给方官去擦脸 春艳笑道 你们也太小气了 还怕那里没有这个给她 巴巴尔的又弄一包给她去 蕊官道 她是她的 我送的是我的 我送的是我送的 姐姐千万带回去吧 春艳只得接了 娘儿两个回来 正值甲怀甲宗 二人来问候宝玉 也才进去 春艳便向她娘说 指我进去吧 你老人家不用去 她娘听了 自此百依百随的 不敢倔强了 春艳进来 宝玉知道回复了 便先点头 春艳知意 也不再说异语 略站了一站 便转身出来 使眼色给方官 方官出来 春艳方悄悄地 说给她蕊官之事 并给了她消 宝玉并无何宗 宝玉并无何宗 环可谈之语 应笑问方官 手里是什么 方官便忙递给宝玉乔 又说 是擦春险的 强威霄 宝玉笑道 难为她想得到 甲环听了 便伸着头 瞧了一瞧 又闻得了 古清香 便弯腰 向靴筒内 掏出一张纸来 拖着笑道 好哥哥 给我一半儿 宝玉 只得 要给她 方官心中 应是 蕊官之赠 不肯给别人 连忙拦住 笑说道 别动这个 我 另拿些来 宝玉会议 盲笑道 且包上拿去 方官接了这个 字去收好 便从欧中 去悬自己 尝识的 起欧时 起欧看时 河内已空 心中疑惑 早起还剩了些 如何就没了 英文人时 都说不知 摄月便说 这回子且忙问这个 不过是 这屋里人 一时短了 使了 你不管 哪些什么 给他们 哪里 看得出来 快打发 他们去了 咱们好吃饭 方官听说 便将些 茉莉粉 包了一包 拿来 甲环见了 喜得就 伸手来接 方官便 盲向 抗上一掷 甲环见了 也只得 向抗上 拾了 揣在 怀内 方作词而去 原来 甲镇不在家 且王夫人 等又不在家 甲环连日 也便 装病 逃学 如今得了销 心心头头 来找 彩云 正值彩云 和赵姨娘 闲谈 甲环笑嘻嘻 向彩云道 我也得了一包 好的 送你擦脸 他常说 薔薇 擦咸 比外头 买的 营销强 你看看 是这个 不是 采远打开 一看 吃得一笑 说道 你是和谁 要来的 甲环便将 方才之事 说了一遍 采远笑道 这是他们 哄你 这香吧 这是他们 哄你 这香老儿呢 这不是销 这是茉莉粉 甲环看了一看 果件比鲜的 带些红色 闻闻也是香 闻闻也是喷香 应笑道 这是好的 消粉一样 留着擦吧 横竖 比外头 买的 高 就好 采远 只得收下 赵姨娘便说 有好的给你 谁叫 你要去了 怎么 怎么愿他们 耍你 依我 拿了去 照脸 摔给他去 趁这会子 撞丧的 撞丧去了 挺床的 挺床 吵一出子 大家别心境 也算是报报仇 莫不成 两个月之后 还找出 这个渣儿来 问你不成 就问你 你也有话说 宝玉是哥哥 不敢 冲撞他罢了 难道他屋里的 猫儿狗儿 也不敢去问问 贾桓听了 便低了头 采远忙说 这又是何苦来 不管怎么 忍耐些罢了 赵姨娘道 你也别管 横竖与你无关 趁这抓住了李 骂那些 浪娼妇们一顿 也是好的 又指贾桓道 呸 你这下流没刚性的 也只好受这些 毛丫头的气 平白我说你一句耳 或无心中 错拿了一件东西给你 你倒会扭头 抱筋 蹬着腿 蹲摔我 这会子被 那起毛崽子耍弄 到旧吧了 你明日还想 这些家里人怕你呢 你没有什么本事 我也替你恨 脚环听了 不免又愧又急 又不敢去 只摔手说道 你这么会说 你又不敢去 指使了我去闹 他们躺货往雪里告去 我挨了打 你敢自不疼 糟糟挑唆我去 闹出事来 我挨了打骂 你一般也低了头 这会子又挑唆 我和毛丫头们去闹 你不怕三姐姐 你敢去 我就扶你 一句话戳了他娘的心 便嚷道 我肠子里爬出来的 我再怕了 这屋里越发有活头儿了 一面说 一面拿了那包儿 便飞也似的 飞也似往园中去了 采原死劝不住 只得躲入别房 甲环便也躲出一门 自取玩耍 赵姨娘直进园子 正是一头火 顶头遇见偶观的干娘 下婆子走来 瞧见赵姨娘气得 眼红面青的走来 应问 姨奶奶哪里去 赵姨娘拍着手道 你瞧瞧 这屋里连三日两日 进来唱戏的小粉头 唱戏的小粉头们 都三般两样 颠人的分量 放小菜了 要是别的人 我还不恼 要叫这些小窗户 捉弄了 还成了什么了 下婆子听了 郑重挤怀 盲问 因什么事 赵姨娘碎江以粉作消 轻无假还之事 说了一回 下婆子道 我的奶奶 你今日才知道 这算什么事 连昨日这个地方 他们私自烧纸钱 宝玉还拦在里头 人家还没拿进个什么而来 就说使不得 不甘不尽的东西 忌讳 这烧纸倒不忌讳 你想一想 这屋里除了太太 谁还大死你 你自己撑不起 但凡撑得起来 谁还不怕你老人家 如今我想 趁这几个小粉头都不是正经货 就得罪他们 也有限的 快把这两件事抓着你 扎个罚了 我帮着你做证件 你老人家把威风也抖一抖 以后也好甄别的 就是奶奶姑娘们 也不好为那起小粉头子 说你老人家的不是 赵姨娘听了这话 越发有理 便说 烧纸的事我不知道 你仔细 你细细告诉我 下婆子便将前世 一一的说了 又说 你只管说去 躺货闹起来 还有我们帮着你呢 赵姨娘听了 越发得了意 仗着胆子 便已经到了 怡红院中 柯桥宝玉 往黛玉那里去了 方官正和习人等吃饭 见赵姨娘来了 忙都起身让 姨奶奶吃饭 什么事情这么忙 赵姨娘也不搭话 走上来 便将粉赵方官脸上摔来 手指着方官骂道 小仓妇养的 你是我们家银子钱 买了来学系的 不过仓妇粉头之流 我家里下三等奴才 也比你高贵些 你都会看人下菜碟 宝玉要给东西 你拦在头里 莫不是要了你的了 拿这个哄他 你只当他不认得呢 好不好 他们是手足 都是一样的主子 哪里有你小看他的 方官哪里经得住这话 一行哭 一行便说 没了销 我才把这个给了他 要说没了 又怕不信 难道这不是好的 我就学系 也没在外头去唱 我一个女孩家 知道什么粉头 面头的 姨奶奶 犯不着来骂我 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 梅香拜靶子 都是奴才罢了 这是何苦来呢 西人忙拉他说 修虎说 姨赵姨娘气得发症 便上来打了两个耳瓜子 西人等忙上来拉劝 说姨奶奶不必和她小孩子一般见识 等我们说她 方官挨了两下 方官挨了两下打 哪里肯易 便打滚 撒泼的哭闹起来 口内便说 你打得着我吗 你照照你那模样再动手 我叫你打得去 也不用活着了 撞在他怀内叫他打 众人一面劝 一面拉 秦文敲拉其人说 不用管他们 让他们闹去 看怎么开交 如今乱为王了 什么你也来打 我也来打 都这样起来 还了得呢 外面跟赵姨娘来的一干人 听见如此 心中各个称愿 都念佛说 也有今日 又有 又有那一干 怀怨的老婆子 箭打了方官 也都称愿 当下 官 蕊官 等正在一处玩 香园的 香园的大花面 魁官 宝晴的斗官 两个听见此信 忙找着 他两个说 方官被人欺负 咱们也没趣 须得 大家 迫着 大闹一场 方真的过气来 此人终是小孩子星星 只顾他们情分上一分 便 不顾别的 一起跑入 一红院中 都官先就照着 赵姨娘 撞了一头 几乎不曾将 赵姨娘 撞了一跤 那三个 也便拥上来 放声大哭 手撕头 手撕头撞 把个赵姨娘裹住 秦文等一面笑 一面假意去拉 急得 席人 拉起这个 又跑了那个 口内只说 你们要死啊 只有委 有委屈 只管 好说 这样没道理 还了得了 赵姨娘 反没了主意 只好乱骂 蕊官 偶官 两个一边 一个 抱住 左右手 窥官 斗官 前后头顶住 只说 你打死我们 四个才算 方官 直婷婷 躺在地下 哭得 死过去 正没开交 谁知 秦文早前 春宴 回了探春 当下 游氏 一哭 探春 三人带着 平儿与 众媳妇走来 茫茫 把四个 喝住 问起 缘故来 赵姨娘 气得 瞪着眼 出了惊 一五一十 说个不清 游 李 两个 不达言 只喝 尽他四人 探春 便 叹气 说道 这是什么 大事 姨娘太肯动气了 我正有一句话 要请姨娘商议 怪到丫头们说不知在哪里 原来在这里生气呢 姨娘快捅我来 游氏李库都笑说 请姨娘到厅上来 咱们商量 赵姨娘无法 只好同他三个 只好同他三人出来 口内游说 长 说短 探春便说 那些小丫头子们 原是玩意儿 喜欢呢 和他玩玩笑笑 不喜欢 可以不理他 就是了 他不好了 如同 如同猫儿狗儿 抓咬了 一下子 可数就数 不数时 也只管 也只该 叫管家媳妇们 说给他去责罚 何苦 自不尊重 大腰小贺 也失了体统 你瞧周姨娘 怎么没人 欺他 他也 不寻人去 我劝姨娘 且回房去 煞煞起耳 别听 那说 瞎话的 混账人 挑唆 惹人笑话 自己呆 白给人家 做活 心里有 二十分的气 也忍耐这几天 等太太回来 自然料理 一席话 说得赵姨娘 闭口无言 只得回房去了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 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